今天的火线人物王毅川 他闯了两个红灯 今天站到镜头前 他说我要去追 哪一个监视器是谁跟监我 但媒体就问了 那我请问你 那个527 许巧希图说那一场民进党中央的会议 话都还没讲完 转身他就走了 为什么你要怕这一题呢 好 我们要讲 关于监听争议 关于国会改革 有没有黑箱 关于赵天林的话题 关于所有你想知道答案 有一个地方 通通都有 民进党的AI聊天机器人 Chap DPP 今天才上线半天 被玩到当机啊 俊翰哥应该是这样讲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 你一定要有God 或者你用台语讲 要有叫小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本来就要有胆势了 过去我先举一个案例 徐晓鑫是不是也被跟监过 是不是他家门口也被堵过 徐晓鑫有没有挨过半句说 我要去把这些追踪我的人 全部抓起来 没有 对嘛 他也没有说是国家机器 也没有说什么是动员 他就坦然的面对 但今天王毅川这个庙 是庙在哪里 做贼的喊抓贼 因为今天大家 时疑王毅川是什么 你是不是在5月27号 当天上午的会议里面 大量的监控 数以百万计的台湾人民 而且不知道监控了几年 对吧 就你这个问题 有没有回答 没有 拒绝回答 躲在司法的保护网 你就是说 这些监入侦查了 所以我们 侦查不公开啊 来各位 我再给我一个清楚的概念 侦查不公开是针对司法人员 你今天王毅川是当事者 请问一下法律上来讲 他能不能够讲出来 可以啊 根本就没有人阻劝你 你讲出来也不会怎么样 因为你是当事人 爱怎么讲是怎么讲 所以少来这一套 但我最受不了是这一个 为什么 因为你闯红灯就闯红灯啊 对不对 讲白了 政治人物进厨房就不要怕热 这个被跟的人多不多 多了 韩国瑜那个时候 还在家门口 每天照三餐算说 他几月几号几点出门 几月几号几点出门 徐晓晓就被跟 结果你这个王大立委候选人 一被跟之后 马上哭哭啼啼的说 我觉得我人生受到威胁了 我觉得我受到迫害了 那不好意思 所有以后的一般民众 只要你有被检举的 那我们通通比照办理好不好 怎么可以 当然不好 警察就应付不完啦 所以这个叫做威胁 解 人 民 坦白讲就是说 你这些人就跟我 而且如果最后抓出来了 发现是媒体怎么办 那你还要告吗 因为媒体本来就会 跟政治人物啦 因为你是政治人物啊 哪一个政治人物没被跟过 所以我们讲 这种说不通 做政治人物就要有guards 就算是政治人物 今天许晓晓 韩国瑜 一大堆人被跟 也没有像你王毅川 哭哭啼啼啼的喊说 我心生畏惧 观众朋友 大家不要搞错重点了 重点才不是你闯红灯 谁跟你 你自己去搞清楚 我们更想为的是 谁在监控全民 许晓晓端出来的 那个指证利利的 发生的过程 包含527那场会议 包含了端在上面 四方提供的数据 你给人民一个交代吧 对 因为王毅川通通通说 进入司法阶段了 所以我都不变回应了 少来这一套啦 不敢讲就不敢讲嘛 包括我们昨天到场的 楚英委员 包括我们的林又昌 这个秘书长 好奇怪哦 民进党没有人敢否认 527有一场会议 大家都一问 善不知打迷无葬 不管我的事 一推三不管 这台车没人要上 为什么 因为王毅川油门猛踩 他有可能会闯红灯 所以没人敢上这台车 但你自己看看 四方曾经讲过什么 哎呀我们有电话 就可以知道 你挺蓝还挺绿 只要你按一呢 或按二 他们去年才开发一种 辨识受访者政治属性 不是啊我问一下 你不是管机房吗 你不是弄光纤电缆吗 你不是弄这个 这个我们讲 机房闸道口吗 你干嘛要跑去调查人家 这有鬼嘛 你看哦打电话出去之后 透过电话上面按键 比如说按一他就同意 按二的话他就反对 对于在野党来讲 非常重要的一个利器 不对吧 这句话我要帮你更正 对于执政党来讲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 讲在野党 对于民进党来讲 这是非常重要的利器吧 所以你干嘛作为一个 伺服器机房的 要管控的 去管人家 思乱思绿 很显然 你长期就有在 做这件事情 在朝 在野 都要进行政治 真房吗 而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采样的一个方法 是他开发出来的 好 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是世方的董事长 还没有完哦 这个绿油油 新潮流系的 再来这个人 哇好久不见他 居然也是绿油油里面 他在世方里面 到底担任什么 这是王鸿威 这个委员踢爆的 他说 哎呀 世方很怪了 因为我们再各规个讲一次 世方的业务叫做 IDC机房光纤电缆 以及机房的闸口 也就是他管控机房的闸口 奇怪啦 这个东西应该不分颜色了吧 不需要党派吧 不需要颜色吧 他唯一需要一种绿色 君哥你知道是什么吗 是什么 乖乖要放在机房上面 乖乖 都市传说 但我不明白 为什么要请了一个 大家讲说 黄文卫说这是绿色 御用评委嘛 他是评委员 他说什么 从110年为止 总共128件 政府采购案 都是由这个领域会 来做审查的 但奇怪 他是世方电讯顾问 他有什么专长专业 可以去担任 128场的评委 我也不知道 可能就他绿色的吧 因为绿色跟机房 违力有关 就是他可能可以当乖乖 机房会比较乖 或者是案子会比较乖 或者是审议的过程会比较乖 反正一切事情 只要绿色来了 通通都顺遂 通通都乖乖 世方这一家公司可不一般 观众朋友 台湾四面环海 所有从外面进来的国际电脑 就四个上岸点 每一个机房都是他管的 正是因为他掌管了工线电脑 所以你看 包括所谓的制服器 资料中心的机房 Meta 我们讲的脸书 Google 甚至是Apple 都是由他来提供服务的 但这个还是其次 这个只能证明说 即便他的资本的8EC加上市商务公司 他还有一个更可怕的业务 你知道什么吗 君强哥 他跟中国联通 他跟中国电信 第五重队 通通都是他的客户 他在了官网 大方是说 我们是东亚最大的 我们讲的伺服器中心 我们的服务 跨越两岸三地 甚至是我们包括 什么上海深圳广州 什么到处乱七八 中国有三十几个据点 通通都我们来服务 那我就问 如果这个资料 他自己所声称的 有办法留到了他 那样是他的客户 贩送给他的客户 中国都要 那请问一下 这个第五重队还要抓吗 来哦 全民监控们 今天雨昕跟我们爬梳了 连续好几天 在帮青鸟们找真相 你们上街去表达诉求 结果一颗头 一个头 一个头 被比对 被监控 是个人 孰不可忍 没有想到 海外吹起的青鸟慢飞 居然又扯到这个人 刘乔安 因为现在传出说 海外青鸟行动 原本是不是讲说 有涉毒 又是炸稀犯 结果没有想到 现在整个案情大翻转 说可能是刘乔安 过去这个太阳花女神 曾经涉及到 这个就是美国海外的负责人 甚至行动创始人 但是青鸟应援团 已经跳出来说 刘乔安跟这个李莲 绝对没有关系 他说他不露脸 是因为怕这个脸 会弄脏的活动 但我凭心而论 截至目前为止 青鸟行动 确实有一件事情 跟太阳花越来越像 也就是随着 越来越多的人浮上水面 才发现清澈的 这个池塘里面 底下全部都是污泥 观众朋友 听到这个地方 凡关于监控的争议 关于国会改革 有没有涉及黑箱 这么多这么多 争议的话题 有一个地方 他可能知道所有 我们想知道的答案 民进党他们推出的 他们自己AI机器人 叫做ChatDPP 今天上线不到半天 被玩到当机 我们来看看 他有什么本领 来 就问 柯建民为什么 在非西烟区抽烟 王毅川为什么闯红灯 这个都是今天的头条 他怎么回 王毅川并没有闯红灯的 相关资料 因为还没有未进去 请见谅 柯建民呢 他被检举在这个抽烟呢 所收到照片是多年前 后面我不念了 代表他也还没有更新 因为最新的是当场 人赃俱获 赵天龄是第五众队吗 这一题 他给答案了 赵天龄是第五众队的成员 观众朋友啊 这样的一个GDP 这个这个AI机器人 你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我还要来告诉我们 我们刚才一开始 从今天晚上的决战 这个叫做宣讲 可是你好 监听你都说不清楚的情况之下 你已经要出去宣讲了耶 赵天龄是第五众队的成员 这民进党的CHEP TPP讲的 那这样怎么办 就变认证了嘛 第二个他的资料确实旧啦 因为昨天才发生的那个 柯建民在立法院 他抽烟被水选视讯拍到嘛 那你讲了说那是多年前 那多年前那也是有拍啊 他讲的是 就是站在那个 此处禁止歇言的那个 那个照片 是 红楼的那一张 大家知道网络上有流传 然后连蔡英文已经不是党主席 都多久了 对不对 所以蔡英文已经很久了耶 蔡英文已经很久了 中间还怪 对不对 这个是2019 2018的时候啦 所以我就说这个好 所以就这应该很快撤下来 第二个 因为草新公布了 王毅川的那个监视画面 那我先讲一件事情 王毅川 他有没有闯红灯 有嘛 那有闯红灯 第一个就是违法 第二个就是危险 就既违法又危险 我觉得应该先跟社会 道歉认错啦 他那个状况看起来真的 无依我个人看啦 看起来是有人在跟他啦 或许是狗仔队 或许是媒体 因为现在如果新闻 那个风口浪前上 都会被跟嘛 可是你要讲说是 有人路人不小心拍到了 以后提供 这个基本上 当事人不会相信 所以王毅川就说 我要去报警 那也是他的权利 谁在跟我 谁在拍我 那我觉得可能是 有狗仔在跟他 所以才会一路跟 所以跟了那么久 第三 因为草新他掌握很多 民进党内部的事情 包含了他在开会那一天 释放电讯 有没有 我觉得 所以我今天讲的东西 就是两面的 有没有是一回事 你有闯红灯 就不应该嘛 可是人家谁拍你的 如果其实是狗仔 说在你 难道一个政治人物不知道吗 公众人物 政治人物其实常常都会有媒体在跟 就看你有没有什么脱绪的行为 对不对 所以这种状况 只要没有侵害你 跟在你后面 其实应该还好 可是却拍到了闯红灯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 就是这个情节 但第二个 如果民进党内部会议当中 确实被小新掌握了 那他是监听吗 如果是监听 那就变成是水门案 如果不是 那就表示民进党内部有人讲 这个也是民进党自己内部 会去注意的 但是我的原则很简单 有的事情 你就要面对 如果释放电讯 真的有去比对 而且有那个资料的话 那你民进党要跟社会说明 就是我们这么做 是不应该的 就会变成是台版水门案 对不对 包含抽烟 包含炒红灯 包含有没有释放电讯 或者不是释放电讯 有没有去监测 两场519跟青鸟 这个我觉得 现在毕竟民进党是执政党 应该要跟民众说明 否则民众会恐惧 我比较好奇 小青手上的猛料 他交给检察官的 里面到底是什么 来 宜强 今天这个AI机器人 被玩到挂了 你们才上线不到半天 王必胜有外遇吗 不好意思 找不到相关资讯 来看看 这样的一个 AI机器人 这更不够 你看我的脸 现在不是笑容很尴尬吗 笑脑好苦 好了 我讲到尴尬话题之前 我现在讲另外一个尴尬话题 就是这个王毅川这件事情 其实我是觉得这样 我们大家都在 这个政治界 在新闻界 其实也看久了 说实在来 大家不会认为说 这个是一般民众的一个拍摄 其实真的 我觉得合理判断 就不太可能 尤其他是私房车 你说有一些人 是开选举车辆 那就算是 旁边写的王毅川 那大家觉得说 那百分之百知道是你 但你说一般的私房车 除非你是跟他相当的一段时间 不然你大概不太会知道说 这个是谁在架势 所以就是说 现在大家可以 我觉得凭良心 而且也是比较理性的去 去分析跟判断 就是确实他在被跟踪当中 那至于说是媒体 至于说是真心社等等 我想大概倾向 应该比较是真心社 因为媒体的话 不太可能交给立法委员 去做爆料 但我觉得重点是这样 就是说 你现在被偷拍了 那你现在被跟拍了 然后你跟拍之后确实有这个违法的状况 就是闯红灯等等 那当然就是你的处理态度就关键了 所以我觉得王毅川的处理态度是OK 就是说好 我有问题我立刻去处理 我有罚金立刻去交 那相对于徐晓鑫当时 这个900块钱的庭红线 还跟他拗半天说 你知道我是谁吗等等 所以这处理态度还是截然不同 那你缴完钱也就算了 你还要去查天使记事 谁拍我啊 我觉得这合情合理 因为如果我刚刚分析他 就是说如果今天大家可以用理性的去判断说 应该是被跟踪的话 那你当然会希望跟踪你是谁啊 我觉得这是很理性 我被跟踪我也会希望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政治文化 尽量不要推崇这种跟拍文化 像你刚刚一开场讲的 我觉得大家都能接受 你是政治人物 你自己要意识到 你走在外面 就算狗仔拍你 那都是天经地义的事 可是你被拍了就拍了 昨天王毅川上了节目 他是明示暗示说 这个偷拍的手 黑手来自于许巧新 才会有今天巧新说 我有不在场证明欢迎去告 他的意思也不是说 是许巧新本人在那边 拿着摄影机偷拍 他意思是你许巧新预谋的嘛 所以跟你许巧新 有不在场证明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许巧新不在场证明 不代表你不在这个事情的背后 但是这件事情 既然到法院了 我也鼓励大家就摊牌嘛 那如果是许巧新的背后 做阴谋的话 那就是这件事 那如果不是的话 那也还许巧新可以清白嘛 所以这个是一个法院的程序 但最后其实提到 就是刚刚说到说 这个王毅川 他带到这个DPP的事情 我是觉得 做这件事情真的是 我不知道想得够不够周到 我说实在 就是说这种AI的软体 先不要说政治的部分 连基本常识的诗非 有时候都分不太清楚了 那你今天把它挪用 在一个政治的领域的环境当中 那当然他会有犯错的时候 所以我是觉得这种AI 不一定要为了说跟上吵了就一定要推到什么AI软体 大家应该还要谨慎的思考 如何让民众获得到最准确的资讯 这才是重点 杨明你怎么看 首先第一个 按照刚刚这个我们议员的逻辑 还有我们王毅川的举动 我在这边呼吁 所有你只要收到违规罚单 里面说是被检举 民众检举了 通通去报案说我被跟踪了 我要查出是谁跟踪我 大家一起来 你这样会瘫痪掉我们的八万大 凭什么民进党可以 凭什么民进党政策会执行党可以 我们老百姓不行 现在王毅川不是说他是一届平民吗 是 平民就可能 我们也是平民 对啊 检举魔人很可恶啊 为什么还要跟在我后面拍我违规 去 我们大家都一起来嘛 都公平 这个才叫民主社会 这个才叫公平正义嘛 对不对 可是我们的警察先生 可能就会累死 对 这是对的吗 因为目前你看到的 不管是这个行车记录器 这是公开资讯 他在街道 他在道路上面 他没有侵入他的私领域 他的车去年十二月就被拍到违规 同一台车 所以徐晓星他说就是同一台车嘛 那当然重点不是在违不违规 这个什么闯红灯违规的小事 昨天徐晓星把这个影片发出来用意为何 因为他礼拜三 在这个国防外交委员会爆料 结果呢 民进党出来回应的秘书长 秘书长是说 他怀疑徐晓星在监控中央党部 理论上只有一个答案 叫做我没有这场会议 我这场什么主管会议 根本没有 应该是这样讲才对啊 你怎么会说 难道徐晓星在监控我们吗 那讲的一副好像真的有这回事 那我就不禁怀疑了 就网络一刷他沉默了一整天 结果因为这个偷拍他这个违规的事情 才跑出来回应 可是问到这个关键的 到底有没有监控 他又不回答了 对他又不回答 好 那重点在于说 徐晓星他也不是检察官 他也不是法律 这个什么什么什么 有司法权 也不是警察 所以他只能把他所得到的试证 交给检察官去查 那他必须要揭露的原因就是 如果检察官不查怎么办 到时候比如说 第一个很简单 有没有这场会议 检察官有没有办法去厘清 包括四方电讯 到底有没有跟这些 所谓民进党要员 有互动有联络 我觉得这个就是 检察官应该要去查的 如果最后检察官签结 然后理由就说 因为王毅川查无辞去 因为王毅川说 这些根本是他用膝盖想的 如果就照着照单全收 那我觉得我们的司法 真的这些案子都不用查了 至于那个chat DPP 我只能说 只吃了诚实豆沙包 观众朋友 今天大家在热议着 央行在出手 祭出第六波的房市 管制措施 你在七都包含新竹 你要购买第二户的话 就现代六成 今天师兄带我们来看到 央行这次出手来 希望能够更健全房市 让他不要这么热 这一手一出出去打到谁 有用吗 对 我们跟他讲 实际上昨天的 这个央行理事会的时候 意外的就是说 没有升息或是降息 但是他祭出了 心意破了这个打房政策 大家想到 为什么他要在这个时候打房 因为昨天央行的说法是说 因为如果大家有注意到 最近的房价 最近房价是非常热 各位我们不是在节目上讲到吗 这个龟山的房子要预售的时候 有些人就前几天去搭了 这个帐篷要等 然后在中南部很多建案 都是你一出来的时候 没多久就已经被秒杀 秒杀秒杀 所以因为房价上涨的时候 央行的想法是 房价上涨会造成通膨往上升 算是必须要的压制房价 所以昨天他的第六波的 这个房价的房制的管制措施 是把六都加上新竹县市 变成是你第二户的这个贷款层数 从原本的70% 7成左右降到60% 而且没有宽限期 更夸张的是说 过去的央行政策很多 都是会有一个期限码 什么时候实施 他是从今天开始就实施 所以有一点算是 一个意外的这个效果 那除了这个房价的管制加码之外 他还同时调升了 这个所谓存准率印码 0.25% 存准率是什么意思呢 存准率就是说 银行里面有一些钱 他是不能够贷放出去的 他必须要存款准备 在他的银行里面 那所谓的银行存款准备 把它往上升之后 银行不能够贷款的钱变多了 所以因为我可以从市场上回收 大概1200亿的这个资金 那事实上 这个是第三次调升存准率 也就是说 从2022年的下半年到现在为止 他已经调升了三次存准率 从市场已经收走了 3600亿的这个资金 但是目前为止 房市还是居高不下的一个状况 好 我们讲到的房市 我们讲到的是房价 这些本来不是央行该关注的 他要关注的是银行体制 你刚刚提到的 银行的金库里面 有没有足够安全的现金流的存量 才是他要在意的 对 我刚才讲到 这个就是说通膨的这个问题 通膨是归央行所管 所以他认为房价再涨 会造成通膨 好 另外一个就是说 当然讲到这个 为什么你要做这样的措施的时候 其实杨金融也有说到 他说新清安的确造成了 移转动数的这个增加 确实有他的这个冲击 然后另外一个他是说 我们要记取所谓的 金融危机的这个效应 什么叫金融危机的效应 就是2008年的金融海啸之前 美国就是因为 当时的美国房地产在往上涨 然后后来有非常多的 这个所谓金融业 都联动到房地产上面 那房地产一破灭之后 造成美国的这个金融海啸 他就说我们要关注银行的 不动产的这个贷款比例 还有这个金融的稳定 所以然后我们目前呢 我们不动产的这个 这个所谓银行的贩款比例 约莫是37% 所以事实上 某些程度来说 显示台湾的这个银行里面来说 放在房地产的比重 其实有一点偏高了这个数字 昨天的记者会 居然出现了金融危机 我们现在 怎么可能金融危机 跟我们今天在讨论 房市过热会扯上边 对 没错 实际上央行也没有说 一定会金融危机 他说要记取这样的状况 就是避免所谓 所以波动了这个状况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 美国很多地区的这个小银行 都面临到这个倒闭的这个状况 那尤其是说 这个一个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 就说 未来会有更多区域银行 要倒闭的这个状况 包括说像 宾州的这个共和第一银行 在4月26号宣布倒闭 那英国有282家等等 面临倒闭的这个压力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事实上 美国目前的利率在往上升 他从去年一直在那边升息 升息上来的时候导致什么 很多人面临到违约 他可能缴不出房贷 或是缴不出他原本的贷款 目前为止带有一兆 一兆美金左右来说的话 可能就会形成一个滚雪球效应 对整个这个美国的金融体系 造成一个影响 这个是央行总裁 他首度认证 房市过热跟新清安有关 那怪了 新清安是否要帮助这些 首购足刚性需求的让你买得起房 这边说来造成了房市过热 反而房价越电越高 更买不起 那不是好心做坏事吗 对这其实有一点算是说 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因为央行就说 新清安会有让房价 往上升的可能性 他是说有这个可能性 那另外一个 这个行政院当然就马上出来说了 我们落实居住正义来说的话 协助无自由房子的年轻人决心不变 所以我们要督促这个银行 做所的待后管理 他等于是呼应这个央行的这个说法 那尤其是我们财政部的说法是说 新清安未满40岁的这个贷款的这个户数 占全部的73% 也就是说财政部的说法是说 我们这个政策的确是资源的 所谓的青年购物的这个自助 他说的是自助的需求 那么事实上 央行昨天打的是第二户 第二户就是所谓的 你可能投资的这个可能性 所以他就说 我们已经请公股银行 研议房度所谓的个人户 或是售后出租等等的行为 他虽然还有一些所谓的配套措施 但是不可避免的就是说 新清安的确让整个房价 有点往上升的这个态势 今天大家就在记住这个数字 七都买第二户房 最高只能带六成 这会打到谁 然后这样的打房效果 好还不好呢 对 我必须跟他说 这个打房效果应该是没什么用 为什么没什么用 事实上你看哦 央行从2020年就开始打 一直打2020年 2021年 2021年 然后2021年 然后2023 2024 每一年都有非常多的打房措施 到目前只经第六波 但是因为他现在 他只是针对七都的第二套房 现代六成 我问大家 能够买到第二套房的 你觉得他口袋深不深 够深 很深 所以你说 好你从七成降成六成来说 对我没差 那当然我们如果以 三千万的房子来说的话 大概是差三百万 但是你说能够买得起第二户了 其实他不太会有影响 那真正会有影响是什么人呢 两种人 一个就是说 我原本已经买了房子 我现在要交屋的 那我就面临到 我的房贷上升 另外第二种是说 我未来要这个投资的 那可能短期间压力 就会变得比较大 所以这两种人来说 显然是央行会波及到 最重要的两种人 那我问你 陈也辛清安 伴也辛清安 网路上居然出现了这个标题 今天大家想说 我当下呀 才十个月 已经有被害人了 人生被我妈用辛清安给毁了 他这怎么了 对 没错 我们必须说啦 辛清安当然是一个 我很多人认为不错的政策 很多年轻人是 鼓一掌声 但是就有人会滥用 这就是一个滥用的这个状况 为什么呢 有一个人 他有一个人在网路上写 我爸妈现在六十多岁 但他们从四十几岁就开始探聘 因为为什么 就可能在操作房地产嘛 然后他出了社会之后呢 他就一直供养他们父母亲 他说他一个月薪水是三万八 他就说呢 我还要给他们一万五左右 一个状况 然后呢 我还要租这个八千块 左右的这个房子来租 结果他妈妈就说 现在有辛清安啊 辛清安的话 你是符合这个相关的这个规定嘛 他就逼着 他妈妈就逼着他去买房子 那买了这个房子 他也辛清安的贷款就下来了 买房子要供养一辈子 这样一个状况 就变成要供养供养供养 他妈妈想说 房子反正房子 房子放在那里也没用嘛 他就把他这个用租金 把他租给一个学生 用一个月收这个四千五 就被他收四千五了之后 这个学生 我们知道最近不是说吗 你可以这个房租的补贴吗 他就去申请 申请房租补贴之后 结果没想到 被他证明 我们刚才不是讲到吗 财政部说要抓所谓人头户 还有说你买来用租的 这个都是不行的 结果就被抓到了 被抓到之后呢 现在没办法 现在等于辛清安的贷款 要追回来 然后他还要背这个房子 他就觉得说 他的人生呢 被他妈妈用辛清安 给毁掉了一个状况 好 杨明 辛清安到底是要还是赌 你看房仲龙头 李同荣他说 辛清安是安非他命 这个太耸动了 你怎么看 俊相哥 我们用数据来讲话 过去十二年 这个所谓的旧版的 这个青年安心成家贷款 十二年总共贷出去 三十四万户 平均一年不到三万户 大概两万多 我们这个辛清安 上路十个月到五月为止 十个月就有五万户 有好凶 将近多了一倍 对 所以还没还没满一年 到今年七月底才满一年 所以你说有没有诱因 有啊 为什么 因为你能贷款的金额增加 优惠的利率也增加 然后能够宽限的年限 以及他总共能够那个 从三十年上限 从三年延长到四十年 所以光是 这个开办之后 他现在平均的贷款的期数 平均的年限 就还款年限 是二十五年以上 对 所以这个对很多年轻人来讲 就是说 我有一个买房子的机会了 当然你说 有人买房 就会有人投机 是 那现在 不管央行也好 财政部也罢 我们的政府发现 可能有人投机的时候 他就不是不要了 他可能就会变成毒药 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要如何勾击 那些网路上写的那些文章 不见得是有办法真的查核 但是我们的政府 有没有工具 我告诉你 租金补贴 跟这个所谓的清安贷款 只要地址一对 同样的 一定对得出来 所以这种的资格 就要把它排除掉 这个是确实的 不管那个故事是真的假的 但是实务上 是可能造成的 是可以做的 所以我说政府 如果不要这个羊毛梳在羊身上 好好的让真正需要的年轻人 想要成家的 能够得到这些优惠 不要让那些投机分子 越过雷池一步的话 赶快动起来 回头是岸啊 Vincent你怎么看 我觉得如果民进党要拼连任 现在还早 但是一定要思考这个问题 如果要拼连任的话 就三个重大议题要处理得好 第一个就是房价 第二个就是薪资 尤其是青年的薪资 而第三个就是两岸的稳定 我作为一个年轻人 我在台北市会不满意 我当然会不满意这件事情 我自己身为台北市 因为买不起房子 所以我的重点是说 这件事情 我认为政府要动得快点 但是同时要小心 要小心处理 为什么呢 我觉得大家会有一个期待 就是说房价 这个要开始跌 但如果房价开始跌 会不会有更大的经济波测 我相信也会有 所以就政府就变得 有点两难 就是说我到底要打房 打到什么地步 打到开始跌 那很多人贷款开始 这个不成比例了等等等等 那这些造成经济影响怎么办 所以向来我觉得 无论是国民党 无论是民进党 都是希望把它拆成两个部分 就是房价为止 那另外一部分 透过社会的一些相关补助 包括这个社会住宅等等 来确保说没有房子的人 有人有地方住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赖清德政府 未来四年最重大的考题 就是要如何确保 这两管旗下的作为 都是可以积极做 包括房价维持 就是说你不要说它去跌 但至少不能再涨 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但另外一个层面来说 确保说我在社会住宅的建构 是可以加速的 来满足到我年轻 买不起房子的证 那我认为现在这个央行 事述是这样子 我认为那作用不大 说实在作用 你也觉得作用不大 你从七成到六成 你已经都可以出三成 你出不了四成吗 那个房价业者 已经预告了下半年 价量齐阳的态势大概是不变了 我觉得现在房价 我自己作为市议员 其实最主要一个问题 还是供应 还是供应 我们台北市 包括像因为我是台北市 对不对 我们是七成的房子 都已经三十年以上了 所以我们台北市的 更新速度太慢 我们的供应速度太少 所以这个部分导致 我们的市场 其实属于一个非自由 市场的一个状态之下 所以这个部分 我觉得是要更宏观去思考 中央政府配合央行 大家一起思考更宏观的政策 才是正确作为了 是 宇轩 你怎么看 我真的比较诚实一点 而且台湾人是非常 机灵脑袋聪明的一个民主 所以遇到这种有洞 要去赚的方法太容易了 不是你讲 新清安当然是利益良善 但因为过去房屋的 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 闭锁期五年 对不对 那你闭锁期五年之后 他今天宽限期变成是也是五年 所以这个叫什么 可以买空外空 等于就是说 我今天透过新清安这个方式 然后我先去买到一个产品之后 买到一个房子之后 我就预计说他会涨 对不对 我预计说他会涨之后 反正这五年我就缴利息 那等到利息缴完之后呢 反正我到时候 房子我就顺手就卖了 那这个举动就要炒房 可是问题是对 他的设定目标是年轻人 那你怎么样去防范说 今天会不会有人头的问题 我讲人头不是说 真的是你非亲非故的 去当人头 而是说今天 比如说你这边 像这个 妈妈抢儿子 对吧 就你父母有这个财力 有这个实力 那他可不可以透过这个方式 因为比如说 好今天他真的提醒现金了 他直接转账转账之后呢 然后大家的儿子的户头 然后儿子呢 再拿这个当投机款 投机款之后申请新清安 对不对 他是自己跟他的爸妈 买了这个房子嘛 但如果今天是第三方的房子呢 对不对 他如果父母有办法 用现金去处理呢 这个东西 我讲国税局 百密有益书 那甚至这样 我们讲的第二件事情 他说是因为租房子 去被抓到嘛 对不对 那我问了 我刚才讲这个 他我是买空买空 为什么是买空买空 今天他用缴 我们讲宽限期的利息 利息绝对非常低 一千万以内 这个租金绝对有办法去cover 那另外呢 他去找这种 比如说成年人 或者说没办法 使用租金补贴的 等等的 反正不管 或者约定好说 我今天就是用 比较低的价格 出给你 那你就不要再去 申请租金补贴 用这样方式完全cover 他等于说这五年之内 不用花任何的成本 然后最后预期房子会卖掉 各位我在讲 这是投机的行为 再第二件事情 那如果有人 存着这个投机的心态 最后搞砸了怎么办 为什么 比如说他根本没有 我卖掉就好了 我丢个法拍就好了 卖掉就好了 就五年之后发现 完蛋了 房子跌了 他就来投机了 因为现在很多业者 都主打说 我新清安保证你 买了赚大钱 你赶快来跟我买 对不对 我跟你讲 这个必涨的 那请问一下 这个会不会产生 所谓的市场上的 一个风险性 当然会啊 所以我们刚才才会提醒说 会产生金融市场上的风险 但我还是会跟究底 新清安是不是一个好东西 当然是好东西 但是他怪是怪在 因为台湾人真的太聪明了 这个所谓的五万个 这个成交的户里面 到底有多少人 是真的是青年 想要买自己的房子 有多少人是投机 其实我打上一个 非常大的问号 对台湾来讲 明天6月15号 将是两岸经贸交流 一个重要的分水嶺 为什么 今天我还要带大家来看到 134项的ECFA 关税让利项目 就从明天开始 要取消优惠 要收回去了 而这一波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里面居然也包含了台湾 最具竞争力的 精密工具机相关 零组件产业 这些曾经帮台湾赚 很多钱的 一样一样列进去 我要来告诉我们 这一次老共挑这几样 出手打到痛点 释放什么讯息 除非你回到92共识 看起来没门 我们怎么办 好 现在很多的企业界 都希望两岸能够交流 不过眼见 未来四年的状况 居然哥很简单 一样是四个字 叫两岸断流 完全不会有了 那其实基本上这个东西 也不是超市在我 因为中国大陆 他们没有办法接收 来请得总统的就职演说 那观众朋友 主要是哪一句话呢 就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国 互不隶属 昨天刚好这个美国的 Time时代杂志 把先前来专访的内容 给他刊出 赖总统也分享 他分享跟大家讲什么 他说互不隶属 这个方式以前蔡总统就讲过了 马英九前总统也有讲 所以我讲这个怎么了吗 如果以前人没有这样讲 我这样讲 以前没有这样做 我这样做 那你说我变得不一样 甚至叫挑衅 那再来讲 以前的总统都讲过了 我怎么会是挑衅呢 所以这就是这一次专访当中 赖清德总统自己抓出来一个重点 但不管怎么样 现在目前因为这个说法 赖总统看起来也没有要退让 那中国道路又说绝不接受 所以我就跟俊江哥报告 不管是ECFA两岸的交流 观光客基本上会全部断流 好 你最后讲到的观光客 我们就要去问交通部长 交通部长他回答是 我们欢迎啊 欢迎只有挂在嘴边 实际的作为是什么呢 好 观众朋友 因为我们现在目前 进到六月之后 是不是不能够组团呢 可是其实还有一千团 对不对 还没消化完 先前有规划 你知道吗 今天因为他上我的广播 我问得更清楚 只要先前有许过 那应该来组团 有规划就算 观众朋友懂吗 不是说钱都要收好了什么东西 只要有规划 有谈到说我们又要出团 通通都算 这个是开小门吗 不是 这不是开小门 所以我有这个念头 我曾经有这个规划 我现在都可以出团 就这样跟这个门不小 那个门蛮大的 就是观光业者 你现在只要去大陆出团 就去出团 也不用报备 可是对岸是 第一个来台湾的团友 有没有 没有 来台湾自由行有没有 也没有 所以他讲说 这样不对等嘛 你自由行对不对 我们能去你不能来 团友一下两天都不行 可是我们虽然嘴巴说不行 实际上有没有去 有没有去 有 所以李孟严他跟我讲说 其实你只要把 你不要讲团友 因为团友是比较高的规格 对岸如果能够把陆克自由行 甚至不要自由行 小三通都开放以后 感觉就有善意了以后 我们这边可能团客就可以开放了 所以他今天讲这个话 很多媒体都有报道了 秀出其实交通部其实也蛮想开放 我们的两岸观光跟交流的这个部分 好 这一步 这一小步跨出去 就不要再倒退了好吗 我们看到难道跟中国大陆交流 就会觉得有毒 爱主意吗 来 今天大家再问 东吴大学开了个小红书的账户 怎么了吗 为什么要被沿上 我先跟大家讲 东吴大学这个小红书账号 刚刚已经删除了 你看昨天就删掉了 为什么 因为东吴大学 他有委托在这个大陆 这个相关的配合公司帮他去做 所以他说呢 那个用字我们都没有审核 他里面有写台湾地区 所以他觉得说 这不是什么用语 就把它先删掉 可是观众朋友 我刚刚已经讲了 军事跟政治才到底 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叫做 如果你今天任何大学不止东吴 如果你希望去大陆 以后两岸要恢复以前 有观光课来 有学生来 那你要给大陆的学生 招生说台湾的东吴大学很好 不止东吴 其他学校对不对 文化 辅大 淡江 大家都说台湾的学校很好 来台湾念吧 这个时候你不用小红书 你用脸书他是看得到 看不到 对 所以你要招大陆的学生 你就要用小红书 所以你不要讲这个 以后如果 我们现在还没看到 趁着两岸的团游开放以后 说不定交通部也去开一个小红书 来台湾玩多好 阿里山不会遗憾中生 他也要让这个能够来 所以不管是交通文化 影视跟这个 就是这个教育方面的 如果你要给大陆的这个TA 就是你认为是要吸引大陆的 学生大陆的观客 那你一定要透过小红书 对 否则他难道看得到 我们台湾的联署吗 能过来就跳VMP 那个VPN的 那个基本上就不是一般民众了 所以就是这个概念 那所以两岸要交流 必须从这个文化跟旅游 还有教育这些学生来开始 否则军事方面 目前是打死结的 听到这个地方 观光旅游 学生交流 我刚刚讲那个是很严峻的一个硬问题 就是当400万的旅客 能来台湾一年的时候 它会造成整个相关的产业 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你不管是餐厅 旅游业 旅宿 幼览车 全部都有人 没错 你根本就不会有想到 通膨的问题 因为现在我们的消费是不够的 那你怎么办呢 那观众朋友你要知道 现在央行的总裁 跟大家提醒 我们一直在看这个数字 我们经济成长率 其实是上修 3.22变成3.77 他认为今年的经济发展 会比去年好一点 可是通膨也都是在这个 就是这个二到三之间 那央行特别提醒大家注意 可是你要知道 这个情况之下 现在目前各行各业的一些 尤其是我们民间会接触到的 餐厅的这一个 它的价格就在提高了 那你看顶泰峰 顶泰峰涨价6% 你看6%大家可能没有感觉 来我直接讲 这个其实基本上是我儿子很喜欢吃的 虾仁蛋炒饭 已经一盘就270 非常贵了 俊阳哥以后变300 300块一盘的插饭 所以央行总裁 杨总裁他是看好 今年的经济发展 人民你赞同吗 你有感吗 这个就直接打脸了 我怎么会有感 300块就没了 对那今天你知道 什么都没了怎么办 如果你今天能够开放两岸的观光 我现在不是说两岸观光 可以完全解决所有问题 可是你不能只看 黄仁勋来台湾 AI都被世界关心 那个是高科技产业 那一般民众 对 黄仁勋来 又你想说 他有做晶片吗 你去西门町看看 你去市地医市看看 那些人需要的是人流 是人潮 所以你就知道了 精华的老板 潘思良都在讲说 不是只有AI跟晶片 精华 对 他需要 他需要让精华 整个都注满 他希望精华餐厅 天天都是人 所以他说不是只有AI 好不好 两岸的商务跟观光 也要优先开放 因为他们希望说 这是我们民众的期许 徐旭东他也讲 要景气复苏的话 关键就在中国 所以两岸现在目前 看到的状况就是 希望两岸能够互动更好 但是军事的紧张要降低 可是观众朋友 没有办法 我刚开场已经跟他讲断流 AGFA明年开始又有一波 一百三十几项 AGFA的优惠就要 直接就消失了 那机械跟工具机的 这一些相关的产业 军安部就举个例子 2012年的时候 当时AGFA 当时马前总统推出以后 当时2012年一年 光是出口到中国道路 可以出口多少 70亿美金 是 对不对 但后来到2023 10年以后 因为蔡总统之后 两岸关系确实紧缩 越缩越紧 就已经降到26亿美金 那现在包含了 很多的这些产业 他都已经没有 AGFA优惠状况之下的时候 对台湾的制造业来讲 其实真的会更加困难 好 就在明天开始 6月15号 市冲 但我们来看到 这次特别敏感的是 134项收回关税减免 或优惠的相关的里面 有台湾最强势 最赚钱的工具机 精密机械产业 哇 这个对台湾来讲 会有多伤呢 对 没错 实际上如果我们 从总体来讲的话 是对台湾其实没有受伤 我说的是总体 所以总体就是说 譬如说包括我们的出口 或是说我们的这个 我们往外出口的这个部分 往中国出口的部分 其实对台湾影响不大 我说的是总体 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台湾 现在最大的出口国是美国 所以我们其实对美国 输出的比较多的时候 其实某些程度 你说这个 这个所谓总体的出口 是不会减少 但是对产业会有冲击 什么意思呢 因为刚才这个 这个韦翰讲到 就是AI非常好 所以事实上我们今年 输往美国的绝大部分 都是AI 半导体那些的部分 那输往中国的部分来说 就是比较多 就是传产的部分 包括说像工具机 或者说石化业 像这一次134项里面 很多就是石化产品 那石化产品来说的话 我们的确最重要的市场 是在中国大陆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对于部分业者 会产生某些程度的冲击 这里面包括说像石化业者 访签业者 化工业者 还有包括说像这个 所谓工具机的业者 那这几个业者呢 事实上他们也一直 跟政府表达说 希望能够维持 能够维持这个 ECFA的这个状况 但是呢 目前业者的想法是这样 既然如果没有办法 他们也在找出路 事实上我们有去 扣过很多公司 跟这一轮的制裁 有影响的 他们都说其实 他们都已经有心理有底了 就是说可能这一次会被制裁 那他们也都知道说 未来可能就没办法 再这样让利 所以他们也尝试着 再做一些转型 不过这是 因为这是 他们产业必须面临的风险 但是就国家层面来讲 我觉得政府还是要想办法 就是说 这不是只有AI独好 我们也是要让这些 所谓传统产业的业者 能够继续在台湾 能够持续的成长茁壮 所以到底ECFA的问题 怎么解决来说的话 我觉得还是要政府 跟这个中国大会 好好地沟通 现在才6月 已经热出了人道危机了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画面 这个在中国河南 扬在阳台的虾 直接在当地就地 煮沸变红色了 而在新疆图鲁番 去年才创下了52度的高温记录 就在几天前 居然同一个地方出现了 75度的夺命数字 怎么这么可怕 沸腾的海水 剧烈的天气 越来越多的气候难民 没有人是局外人 对 现在来讲的话 整个极端气候 真的全地球 全世界没有人是局外人 我们先来看一下 四川这个地方 其实是一个很漂亮的瀑布 水溅3000池 你3000池多么高 结果在这个瀑布里面来讲的话 进来一群人在那边拍照打卡 突然之间 一个大石头就直接凋漏 其实他那时候 已经听到上面 有嘎嘎嘎嘎的声音了 所以大家都回头去看 可是没有想到 大家没想到说会这么严重 没走 结果留在原地 就直接打到头部 那这跟极端气候有什么关系 因为来讲的话 如果你极端气候的话 你会造成很多很多的 岩石跟植皮的一个坏损 它可能风化 所以你原本 那个石头卡在那里是好的 可是因为那个热障人 说极端气候 结果它就掉下来了 刚好这么不幸 不忠不骗不已 就打到头部 当场死亡 剑下来的不是水花 是石头 对 这看起来是非常可怕 另外来讲的话 还有辽宁 这个地方是在路口的一个监控 路口监控看到这两个人 逛街完之后走过来 突然之间竟然就这样不偏不已 天上一道闪电 就砸中了 就真的是被雷劈中 那雷劈中当场就瞬间倒地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这些都没有办法 这个没有 这个真的是一瞬间你打到 你是来不及逃的 你是没有任何的一个 生还的一个机会 那这个东西来讲 石头打到人 然后天上的雷击 直接把人给劈中 这都是跟机关系头有关系 更可怕的一件事情 土鲁番 土鲁番我们之前就有讲过了 它的最高温度到了45度 最高温度到了55度 今天再讲 不是45 是75度 75度出现在这里 对75度 然后你看 因为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西游记里面的火焰山 所以它后面那一个机枯榜 其实上面是一个什么 温度计 它没有到75度这么高 然后到75度之后呢 很多的游客 其实要不同的 不停的补充水分 不然一下就会被晒干 但是有一些小贩很聪明 它竟然 因为那个土鲁番沙地这地方 瓦地这地方 沙子不用钱嘛 它卖鸡蛋 像不像以前我们去地肋谷 你去买个生鸡蛋 然后呢 我今天弄一个沙修给你 我跟你说 你先来放着 然后呢 你注明你哪一个是你的 然后你去拍照 跟金光拍完照回来之后 蛋熟了 蛋在这么热滚烫的沙子里 就会熟了 因为其实 因为沙子它可以平均的倒热 所以呢 它这样子弄一弄 竟然就熟了 但是呢 大家都说蛋熟了 但是人 才真的是熟了 所以呢 拍完照要赶快测 赶快回到车上 不然恐怕就会中暑 为什么讲说 是一个人道的危机 在这个地方 蛋已经热熟了 是 沙子也煮熟了 这个更离谱 这个是在阳台的一个宠物家 这个是来造景用的一个水石 结果呢 因为天气太热了 人呢 就躲到里面去吹冷气 然后等到 欸 太阳快下山了 出来看一下 我们家的虾怎么都熟了 然后呢 变成这样子 红通通的 然后呢 他就上网就问说 有可能吗 有可能 因为这个天气 就只能把虾子给弄熟嘛 但是呢 不管是不是真的 你想想看 这种天气 人躲在冷气房 虾子在外面 然后太阳曝晒 是真的有可能 就死掉了 热就热的这么单调吗 没有 来看到了 山东最近真的是 冰火五重天 在同一片土地上 山东现在来讲 真的是非常的惨 因为他们都要 种植一些农作物 那种植农作物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你要有水 但是你看左边的画面 这原本是一个水库 现在都干枯了 干枯之后 你就没有办法嘛 结果呢 他们一直祈求说 天啊 可不会 久旱逢甘岭 是 结果突然之间 等到了什么 等到了冰雹啊 他们看到天空呜呜的 然后想说 应该要下雨了 没想到一下雨之后 发现不对 这个雨 怎么打到人会痛 结果下的是冰雹 所以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我好不容易插秧了 但是水不够 看到了雨 没有想到前面是旱灾 后面是冰雹 又变霜害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 对农民来说 是很大的一个打击 风不调 雨不顺 就变成了整个大江南北 到处都是极端气候之下的灾区现场 对 极端气候 没有人是局外人 因为你这个地方干旱 你就会造成 另外一个地方的热对流 所以你看贵州 很少看到这种大暴雨 很多人就讲说 我们十年二十年 没有看过这种 就是下不停 你不用去看 讲人家什么 时雨量 日雨量 它就是没有停 一直下一直下 那这个会变成什么样 除了变成泥海之外 它会造成整个农业区 的一个伤害 这伤害是短时间之内 无法米平的 相隔一隔太平洋 你来看看 为什么我们刚讲说 这么酷热巨烈的天气 沸腾的海水 你看看美国 对 那美国这个地方 Ferroris州的暴雨 它已经有五个线 是进入了紧急状态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当初的设计 它其实它有地下排水系统 但是没有想到 这个雨量会来得这么的快 更可怕的是 没有想要来得这么急 所以现在来说 这些车子 直接在陆地上抛锚 一开始是救车 后面就是要救人 那你除了这个暴雨之外 还有更可怕的是龙卷风 龙卷风这个画面 它原本是风平浪静的 然后天空还是亮的 突然之间 这个乌云密布 乌云密布之后 30秒的一个天 天遥地动 直接给卷走了 所有东西 都被卷到天空中 你仔细去看 在卷的过程当中 里面还有什么 还有一些住家的屋顶 所以当你的家都被卷走之后 你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对当地的伤害 有多么的大 另外来说的话 这些猴子 他们原本应该在树上 掉来掉去 可是因为这些瞬间的高温 他们躲在树上 突然之间就衰竭就死掉了 然后这一支是有保护人员 赶快说 再给他一点水 一点水 看能不能让他救回来 但是有很多的猴子 他几分钟之内就上面 而且那上面的情况 是非常可怕 像地狱的景观 他们就掉在树上面 然后热 然后受不了之后 直接 现场的人就说 好像是苹果一样 一个一个掉下来 掉下来能够救火的 几乎没有几支 好 干就干的要死 我再来给大家看到 是在西班牙 西班牙的这个暴雨 居然造成了这个机场 可怕的里外 都变成了末日浩劫的所在了 其实我们知道 机场是国家的门面 机场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每个机场来说的话 你有看过机场 里面变成湖泊的吗 不可能这个事情 不可能 因为你所有的飞机 你所有的航道 所有的工程车 都是要很严密的 一个进行安控 但这个东西来讲 刚刚是机场外面变湖泊 这个是免税商店 免税商店 大家在逛着买这个 Duty Free的时候 竟然就直接炸开了 因为他没有想到说 雨会直接炸到室内 所以户外室内 全部都变成这样子 然后西班牙暴雨从灾 有一些情况是什么 所以他没有想到说 雨会直接炸到室内 所以户外室内 全部都变成这样子 然后西班牙暴雨从灾 有一些情况是什么 水太多了 然后呢 这个是他的餐厅 这个餐厅没有想到 变成川厂炸 为什么 因为外面的湖泊 和外面的水流 先把马路变成泥泊之后呢 砰砰砰全部冲下来 这个就是整个极端气候来讲 世界各地 各式各样的一个灾难 五七暴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登天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暴新闻 俊相还有优秀的五七暴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感谢观看